对演员来说 哭戏是最考验演技的 很多演员演哭戏的时候流不出来眼泪 还要低眼药水 可见哭戏有多难 但是有的优秀演员呢 哭戏是真的演得太厉害了 孙丽就是其中一个 在《甄嬛传》里面的每一场哭戏 都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 共情是哭戏也最能够把观众带进去 孙丽自出道以来可以说 每部剧的哭戏都很动人 在2012年一部大火的《甄嬛传》 让孙丽名声大噪 从这之后呢 她所接的戏几乎都是大女主 算是国内中年女演员中资源最好的一位 孙丽在这部剧中的表演几乎没有漏洞 几乎是青涩的少年期 还是黑化的成熟期 她都能够信手捏来 其中最让人赞台的两场哭戏 管平狮子痛哭 沈梅庄去世痛哭 都非常有感染力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这是甄嬛第一次拍古装戏哦 她却能够把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 合作的演员包括导演 无不赞不绝口的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 导演就问我 她说你拍过古装戏吗 我说没有 她我也没拍过 那我们就一块做一部 我们的处女做吧 对所以就 应该说是一拍其合 导演郑小龙曾说过 这部剧大概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才杀青 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孙丽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每次吃到一半的时候 或者是只是胡乱扒了两口之后 她就放下筷子对导演说 导演我吃好了 我去背台辞去了 孙丽的这份努力与敬业 完完全全 担得是好演员三个字 她要给导演点面吧 或者是什么 她来吃饭 她吃到一半的时候 或者不到一半吃一点 导演我得先走了 干嘛 回去我要背词 就没有会一次 她是完整 这个我就觉得 她的这种 这种用功是非常 自从《甄嬛传火爆》之后 孙丽并没有着急的取接戏 而是沉下心来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而她对于工作那一份敬业 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一二年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孙丽在后面又陆续接了几部女主戏 育有两个孩子的辣妈 孙丽将事业爱情都照料得很好 让粉丝羡慕不已 这次主演的《理想之城》又将罢评了 虽然观众常常以为 她与邓超搞笑的日常 误以为她已经成为了家庭主妇 但孙丽呢 总是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站出来 以演员的身份回归 当《理想之城》正在热播的时候 片方在播出期间 发布了现场拍摄的哭泣话序 画面中的孙丽绝望的痛哭 深思历劫的抱着赵亭不撒手 脸都哭红了 而在导演喊咖之后呢 她依然不能够停止哭泣 整个脸都憋得通红 嗓子也都哭到沙哑 一旁的赵婷暖心拍着她的后背 尽心帮助孙丽抚平情绪 工作人员也在一旁安慰 短短几分钟 孙丽的巨大感染力 让观众叹为观止啊 为了能够演出 角色内心的痛苦 她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随着情绪的递进 孙丽从难过 逐渐变得深思历劫 感染力十足 强大的共性能力 让身后的摄影师 也跟着流泪 嘶哑的声音 让导演忍不住动容了 很多网友在看完 这个片段以后呢 也纷纷留言 多少人的眼泪 就这么被你哭出来了 称赞孙丽的演技太厉害了 今年已经快要40岁的孙丽 再一次为观众 共享了一场经典的管平哭 在夸赞孙丽惊艳的同时呢 小编忍不住感叹 孙丽这放肆一哭啊 不知道打了多少 年轻演员的脸 作为演员 我们能够在孙丽的身上 看到她对于表演的 那一份敬畏心 大家喜欢这样的孙丽吗 欢迎讨论留言哦